来到黄国昌的五层楼 透天错可以发现 围剑部分已经进行拆除 全是因为想要向国产署 承租用地 没想到却踢到铁板 工人拼命挖呀挖呀挖 围剑后阳台面积达到 93平方公尺 全都要拆光光 园门想当个钉子户 干脆向国产署 承租国有地 却被无情拒绝 国产署回韩 戏指区绣山段 国有地承租不服出租规定 就是因为新北市环保局认定 依照国有非公用 不动产出租管理办法 土地位于饮用水 水源水质保护区 或是饮用水取水口 一定距离内 认定有需要保护 或安全之余不予出租 即便是法律专家 在法律面前也不得不低头 所以该怎么拆就怎么拆 该怎么还就怎么还 国产署也下最后通牒 9月30号前 不只国昌老师 就连旁边9位陈租人 都得拆务还地 否则将被提供 总共有10个 那个神租的案件 我们在8月22号的时候 就全部都注销了 如果没有办法 在这个期限内 完成成功返还 就会去采取 财务还地的诉讼 熟悉法律的黄国昌 执法文法却踢到铁板 曾经喊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的他 如今只能尽快 该怎么拆就怎么拆 静心网络官邸听采放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